今年是固定的 固執原台南水土 六成一百年 台南市民法局 跟香港裡面 1933年由一位日本親王 親手情的劉球上手 因為當季 所謂刷造的木材 變成是文創的紀錠品 經過兩年的風大 在文主建材銀行 專門腳踏腳 來自水土 就不斷的劉球青菜 變成一塊一塊稍稍頭 還有稍後打破的筋鎖的正式 就變成文創商品 這劉球青 其實是已久33年 由日本的親王 福建公博義 青休種子 當時是近代有八張的劉球青 但是日經百年風松的小禮 六張在抗議進行 是已經凋零 2000空十九年 抗議的時候 好像創下兩張 2000空二十年 又還有一張凋零 為了延續定規的 歷史記事 透過台南市文主建材銀行 將凋零的劉球青 雙建材銀行來保存處理 他在移除的時候我們特意保留他的材質 就是希望能夠延續這一段歷史 這個劉球青的材質 還有當年這個窗框 就是日式員工的宿舍的窗框 做了一個紀念牌 讓來到水稻的博物館的人 在今年能夠帶一篇歷史回家 今年是我們台南水稻六千一百九年 官方也製作各種的特色紀念品 減前水稻的發展過期 加上我們台南水稻 促下塔門造成的外景 歷史感慨相當的鼓勇意 以上真粉朗末的